姬昌总共有一百个孩子 但全都是男孩 怎么会连一个女孩都没有 原因竟和他成的神有关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姬昌和咒王之间 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风神榜中牛人众多 这些人各有各的本事 有些武功高强 有些能呼风唤雨 要说生孩子呢 那绝对没有人能比得过姬昌 要知道咒王作为一国之君 有着后宫加历三千 但是要论儿子 他也只有殷娇和殷红两个儿子 可是姬昌作为一介侯爵 却有足足一百个儿子 其中除了雷震子是他收养的以外 剩下九十九个都是他自己生的 能生出这么多孩子来 那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我们先从雷震子说起 姬昌在去朝歌的过程中 突经阉山时突然雷雨大作 等到雷雨停后 他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声 善于占卜的他 自称自己命中应该有一百个儿子 这个捡到的孩子 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 也就是说 姬昌剩下的九十九个孩子 都是在他八十五岁之前出生的 相比现代 古代的结婚年龄都比较早 一般十五六岁就开始婚嫁了 我们假设姬昌是十五岁成婚的 那就证明他有七十年的时间生孩子 他身为侯爵 妻妻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而且风神榜中说得很明白 他除了有自己的正式太四以外 还有二十四个妃子 而且他对太四十分宠爱 光太四一人 就给姬昌生了十个孩子 这样算下来 一群人花几十年生一百个孩子 还是有可能的 但问题就出在 不论姬昌和他的妾室们怎么努力 就是生不出女儿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啊 就是因为按照风神的设定 他根本不能有女儿 不信你看风神中 有女儿的人都有谁 首先第一个 就是苏达吉的亲生父亲 冀州侯苏护 他因为不满咒王的暴政 然后起兵造反 结果却打输了 之后未能保住自己和冀州百姓的性命 只好选择献上自己的女儿 然后就是东伯侯江横楚 他总镇东鲁的二百路诸侯 势力不可小视 他的女儿也嫁给了咒王 也就是咒王的江皇后 然后便是武城王黄飞虎 在部分影视剧中 黄飞虎有一个女儿黄炎 但是在风神小说中 她并没有女儿 只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妹妹 当然了 她的妹妹也没有逃过嫁给咒王的命运 她就是咒王后宫嫔妃中的黄飞 为什么手握重拳人的女儿 都会进入宫中嫁给咒王呢 原因很简单 无非就是咒王对他们的势力有所忌惮 所以必须要将他们的女儿 收入自己囊中 同时这也是他们屈服于咒王的一种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姬昌有女儿 那也逃不了进宫的命运 但是不论在正式 还是在风神系列的文艺作品中 姬昌的形象一直是没有任何污点的 虽然后来她起兵造反了 但这一切都是咒王逼的 她并非乱臣贼子 如果说她有一个女儿 并且还把女儿嫁给了咒王 后来她又起兵反了 这就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 毕竟 抢女婿的王伟 实在不符合她在风神中的形象 其次就是博弈考的死 如果姬昌有女儿 那么博弈考在赶来朝歌救妇的同时 就一定会戴上 然后用美人计来讨好咒王 即使当时咒王身边已经有了打击 不一定看得上姬昌的女儿 但是以咒王的性格 是一定会将姬昌的女儿留在宫中 用来牵制她的 这样一来 咒王也就没必要将博弈考做成肉饼 那姬昌也就不会反了 毕竟姬昌最终决定起兵 是因为博弈考去救父时 被咒王残忍的杀害了不说 还将博弈考的肉剁成肉馅 然后又做成肉饼送给姬昌吃 等许久未章昏兴的姬昌 大怪躲一碗以后 才派人告诉姬昌 他刚刚吃的是自己亲生儿子的肉 这让姬昌难以忍受 最终才忍不住起兵反了 要明白 在整个风神的设定中 姬昌是属于实打实的好人 他起兵反了 并不是因为贪恋权力 而是因为咒王确实做出了 令人发指的事情 所以博弈考必须死 只有他死了 姬昌才有足够的理由反咒 博弈考死得越惨 姬昌反咒的理由却越充分 他在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就越深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因素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历史因素 要明白 风神榜虽是虚构的 可里面出现的人物 都是历史中实打实的存在过的 姬昌原型在历史上 虽然没有一百个儿子 但他的子嗣确实全都是男的 没有一个女儿 虽然风神系列只是传说 可是也不会随意篡改历史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和他成神有关 在风神榜的最后 几乎人人都被得以风神 就连暴虐不堪的咒王也成了天喜星 可谓是大团圆般的结局 奇怪的是 风神的名单中却并没有姬昌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被风神的 都是因为别的原因非自然死亡 而姬昌却属于寿终正寝 所以难以踏入风神的行列 事实却并非如此 姬昌之所以没在江子牙风神的行列中 是因为他早就已经成神了 要知道在风神榜中 姬昌的每一项几乎都是人们向往的 他活到97岁 是十打十的长寿 又有一百个儿子 多子且长寿是古人一直向往的 他也因此呢 成了人们心中神一般的存在 而他的正式夫人太四 也因为一连为姬昌生了十多个孩子 又善待姬昌的其他妾姬 被古代女子视为典范 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 时间长了 也成了受香火的人 凡间有哪家有生育问题 长时间不怀孕 或者总是生不出儿子来 就会选择去祭拜姬昌夫妇 一来二去 他们也成了民间保护孩子的神仙 俗称床头公公和床头婆婆 而这一点也注定了 他们不能有女儿 因为在古代男权社会里 女性的地位是十分低的 大多数人认为女儿是赔钱货 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所以姬昌连生一百个儿子 才会让众人羡慕 倘若他生的是一百个女儿 又或者说他的孩子中男女都有 那在普通百姓眼中 也就不是神一样的人物了 换句话说就是 他之所以能被百姓神化 关键就是他做了生一百个儿子 这种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在《风神》系列故事中 周王虽然是个残暴无比的人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 他并非没有作为 商朝的情况其实并不好 不过他却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才能 他敢于挑战神权和贵族的利益 上位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时他也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国历上来以后 他便开始了开疆阔土的征战生涯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帝王 即便算不上是千古遗地 但是也不至于落得个暴君的名头 为何后世提及他时 总是少不了残暴二字呢 原因就在于 他在位期间大兴改革 废除了世袭制 这一举动破坏了大部分贵族的利益 其中就包括姬昌的原型 于是他带头联合外族 在周王和东夷战争期间发动叛乱 之后周王在牧野战败 并选择了自杀 商朝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他沉迷酒色 荒淫无度之事 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有人说他是被抹黑的 有人则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 可惜的是 时间已经过去太久 真相早已无法考究